心病患失心虐瘀 去看不同的躁鬱症狀 我想最簡單就是在身體上我們先留意 突然間你自己很容易心跳加速、手震、沒有汗 你的身體其實是在告訴你一些信號 慢慢就開始留意你自己的行為 我平時很喜歡行山 一叫即到的 每個星期都去 但是突然間對於你很鍾愛的東西 喪失了一個興趣 經常都覺得自己沒有用、沒有將來 很想了結自己的生命 令自己消失、覺得自己不重要 處於一個很重度的抑鬱、不開心的狀態 想法是去到一個很極端、很負面的時候 可能跟她說 叫她留意的就是身邊是什麼 留意自己的呼吸 留意自己坐的地方是怎樣 可能去找一些她喜歡的顏色的物件去留意一下 例如我很喜歡橙色的 我可能看一看 橙色的東西在哪裡 其實是幫她回到自己很自主的一個感覺 越是她詳細透露她的計劃、她的想法 其實是越幫到她不會做那樣的東西 因為你越知道的時候 你越讓她感受到 原來你明白我 而不是你第一次去評判我 你不可以這樣 自殺不對的 你試試這樣做 你爸媽很慘的 你會傷害到多少人的心 你如果越是這麼快去落閘 去跟她很批判的這樣說 這樣的時候 她怎麼會再跟你說她自己的一些想法 她的痛苦呢 我們不是說秘而不談就幫到她 啊